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从日剧时代开始 历经艰辛 传承到了我们第四代 慢慢思索过往 我要从片段的资讯 去评测出属于英歌陶瓷 和许行旺的故事 台湾早期的屋顶 大量使用瓦片 常在台风来袭后 销路特别好 我的曾祖父母 就是从烧瓦片起家 民国27年 阿公17岁的时候 接手协心窑场 意识到钢筋水泥建筑兴起 瓦片势必没落 这个时候 阿公开始制造 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碗 最畅销的单亲碗 和阴阳碗 销售到全台各地 民国54年起 阿公看好建筑市场 蓬勃发展 因此 转型制造三寸六白瓷砖 和红钢砖 在20年内 陆续创立灯塔牌 与金刚牌 我要造型的灯塔牌 象征点亮 音歌陶瓷叶 金刚牌 则是呼应产品的 坚实与可靠 两大品牌 迅速在台湾崛起 在爸爸接手摇厂后 成绩也没有让阿公失望 除了引进先进设备 扩大生产规模 更成功行销海外 阿公在世的时候 对地方事务 一直是热心公益 尽心尽力 捐助英歌国小盖校舍 协助镇上的公共建设 爸爸在阿公过世后 仍延续阿公回馈乡里的法院 以许兴旺之名 出钱出力 这一切都没有停过 未来也将继续 五十年代开始 是英歌陶瓷叶的全盛时期 我爸常形容 那是个硬瓷砖 像印钞票的年代 但背后付出的辛苦 不是英歌人很难体会 煤炭鸟大概最多的时候 应该讲说 英歌的烟囱大概有四五百只 每天冒烟的也大概五六十只以上 那时候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挖鼻孔 都是黑黑的 洗脸也都黑黑的 像我们在这边我们有喷溜 像我们后面那个喷溜桶什么 喷溜以后我们去土坛出来都是白色的 我们在烧火的时候 我们的坛吐出来是煤炭的黑色的 那时候真的都是很辛苦的 八十年代开始 台湾的陶瓷叶走下坡 爸爸和地方人士 积极奔走 为英歌陶瓷转型 寻找生机 同时将旧血腥窑场 改为陶瓷教学 与商品销售的店铺 名为兴旺陶瓷 逐渐吸引许多贩售陶瓷商品的店家 在英歌开店 形成观光聚落 八十年左右的 八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自动隧道窑的 最多可能有一两百条吧 到现在我看差不多 剩下不到三十条 现在目前的情况 所以现在我们 我们有关于这个建筑的池呢 就是差不多到现在 差不多等你 没有差不多夕阳西下了啦 如果大陆在开放进口的话 就很惨 那时候办加年防卫呢 加年华会 陶瓷加年华会的时候 非常的踊跃 变成说在英歌国中国小的礼堂 刚好没有那个场地 所以我这边就说地要涨市场 当时呢 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 也在我们陶瓷老街这边 也在我这个八十一号里面 做了大概五十分钟啦 从此我们就在这边呢 都奠定一个陶瓷艺术的发展协会 就是当时结束了以后呢 我就找我们的镇长 跟我们的议员 我说这个对英歌贡献蛮不错的啦 我记得我七十几年在陶瓷工会的时候啊 一直说要盖什么博物馆啊 还有陶瓷老街要怎么诊建啊都没有啊 那这一次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来处理陶瓷老街跟博物馆的问题啊 当然我们苏友人议员呢 他也很高兴 他就找我说 驾 我们来扯游青县长 结果我们两个就去了 游青一口气就答应下来 所以从此就在 在1995年开始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协助呢 推展这个老街的这个 这个再造计划 然后搞到现在呢 陶瓷老街也有了 博物馆也成立了 身为第四代的我们 接手后 战战兢兢 小小兴兴 除了思考 如何保护近百年来的企业文化 更要向前跨出新业 于是 我们决定创立 基瓷品牌 设计具有年轻创意 精致 客制化的陶瓷商品 这是我们的自我挑战与尝试 也代表着年轻世代 在这个陶瓷商场里面 都在那里做给人家看的 绝对没有 你看英哥 哪个地方都没有 所以我一直想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做观光工厂 把所有的设备做过来 给比较有喜好的人 他想学的话 我们可以尽量把一些技术 交给他们学 比如说 我要做土 土是怎么做的 好像我记得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在那里做无权山里到英哥来 他早前一天 他够负负 他自己也磕壳 科一磕 结果做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做过一根锡 那我那个朋友 每次都找我去 我说阿三哥 你如果要做這個符子 做起來 換你來拜我做賽符 他就不相信 結果還是沒有做成功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希望就是說能夠有陶瓷框框工廠 然後我們做一個流程 讓對陶瓷有喜好的 能夠去學習的機會 好像譬如說我們坐幼 現在有的人坐幼也很神秘 那對我來講 其實講坐幼沒什麼神秘 只要你喜歡血 我可以把配方給你 你去做 那那有什麼關係呢 2010年我們用興旺吉祠的品牌 像捏桃般柔和了興旺與吉祠 象徵著一種傳承 創新 及大成的理念 透過觀光工廠 與紀念博物館 將我們延續了四代 流傳下來的企業精神 傳達給每一位來到這裡的人 訴說著 因歌治癒陶瓷 就像阿公治癒我們一樣的故事 有什麼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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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